Hello大家好,我是七七 今天呢我想分享一下 我在Sephora都买了些什么东西 今天开始85折嘛 所以我就冲过去买了 不过我没有买很多东西 因为这一次85折 我想等11月份八折的时候再多买一点 那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首先是 这个牌子的一个 截面,洗面奶 它好像对 豆豆鸡什么的还蛮有功效的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打开来看是 里面是长这个样子的 就它家非常经典的那个白管 然后上面有蓝色的字 这个我用了以后才知道好不好用 不确定好不好用 买了一个 蓝蔻的 眼唇卸妆液 囤了一瓶 准确说是 然后买了一个 nail ink的top coat 我原来的那个top coat干掉了 这个好像应该还蛮好用的 它其实45秒快干嘛 买了一个 大葡萄的这个 清洁面膜 我在网上看到好多人说 这个非常的好用 所以就买了 想试试看 还有一个 Belief的那个面霜 我买的是 哎呀妈呀 怎么看不看 我买的是这个的 我觉得我买的不是褶梨状的那个 我买的是 就是正常的cream状的 我觉得这种可能保湿效果更好一点 然后在排队结账的时候 顺手拿了一个makeup forever的这个洗刷具的喷雾 嗯 接下来我买了两个洗发 洗头发的 这个叫怎么读我不知道啊 Brio Gel B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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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l 不知道 反正我买了他们家这个一个洗发素 洗发液一个护发素 我买的系列是 那个它写着 Moisturizing and Shine 是应该是保湿和让头发有光泽的 嗯 我还蛮期待这个的 最后我买了一个 这个BECCA的高光 我买的是moonstone的那个颜色 我是在BECCA和hourglass里面 反复跑来跑去试颜色 最后觉得还是大家说的这个 moonstone最好看 我刷个色 它非常的显色 你看 然后 它是这种 比较白的一个高光 上脸应该还挺好看的 它就是不偏粉 我之前 我想说要不要 买更偏粉一点的 或者偏黄一点的 最后我还是选了它 我觉得它应该挺好看的 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我没有买很多东西 以上这些就没了 大家也要慎重购物 有什么东西可以留到更好的折扣再去买 那么就这样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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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